你好 欢迎收看12月16号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吕慧 花莲幸福耶诞城纪念式 以幸福就该一起放为主题 传达了信仰中的创造美学 学习在生活当中要享受艺术的熏陶 进展学中卫15号晚间也在府前石交公园 主持了点灯仪式 宣布2023花莲幸福耶诞城正式开城 点灯 花莲亮起来 众人环绕着象征希望的主灯 随着火光点亮 花莲幸福耶诞城正式拉开序幕 邀请大家来体验浓厚的圣诞氛围与文化 这特色我们还是以我们的信仰为最主要的核心价值 那我们还是用爱与分享 以及我们耶稣基督降临到时尚 让大家能够体现到我们信仰的力量 府前石雕公园点灯仪式上 营造中古世纪小镇的临场感 是花莲幸福圣诞城的独特亮点 舞台上一场接着一场的表演 让民众沉浸在音乐之中 今年一共放了三百多摊 那因为场地并不是这么大 那但是真的很开心我们的这个 我们的这个摊商 他们愿意分享每一格的摊位 让每一个的摊位变成两摊 所以让大家都能够欢庆 这个耶稣基督降临 然后分享这些美好的食物 2023花莲幸福耶诞城 将在12月21日至12月25日 举办五天的圣诞市集 活动将持续展出到12月28日 邀请民众一起在岁末齐聚花莲 记者综合报导 我们下期待 请民众